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台机器 是由我们军地拉链机械 自主研发的胶牙拉链上采式立架一体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控制电箱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控制电箱 好了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工作的流程 这台机器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首先拉链是从这个静带架上去 然后经过这一道的静带保护系统 它是对那个拉链的缺带打结 都是有一个报警攻击的作用 拉链进来之后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 胶牙拉链它要上采式立架 首先要上一层底油的 然后这一块 这一块的上油轮就是上底油的 然后呢 上完底油 就进一次烘香 看到吗 这个 这个位置是进烘香的 进完烘香了之后呢 经过一个烘层 就从这一块 这个孔里面出来 这一个孔 出来之后呢 上完底油出来 然后经过一道的冷却系统 拿捏冷却 之后 上到这一组 这一组是上面油的 给拿捏上 就是上采式立架那一层 就从这一组上油轮上去 好 上完之后呢 再进一层立架 再进一层烘香 再进一层烘香 好 进完之后呢 就从这一个孔 就从这一个孔 这一孔出来 出来呢 如果哈 如果拉链的上面颜色 不够不够深或者不够厚 可以从这一个 这一个上油轮里面 补丝或者增厚 但是这个就要是 呼客人的拉链的要求了 这个是备用的 可用可不用 如果拉链要求高的话 可以用上这一个轮来上油的 上完油之后 重新再回一趟 重新再回一趟烘香 这个位置 好 到最后 进完烘香之后呢 拉链就会从这个孔 这边这个孔里面出来 好 然后 出来之后呢 再经过一道张力控制 冷却 然后出袋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 在机器的后面 这一部分 还有一个 拉链的 拉链的张力控制的 这一道控制呢 是在上第一道面油的时候 拉链就会出来 是经过这一道张力控制之后 再回烘香的 就是说 就是说这台机器 是有两道的张力控制 它是不会改变拉链的那个 长短和牙齿的松紧的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